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驻中国大使洛家辉 8月14号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举行了上任后的第一个记者会 他说北京和华盛顿在对付全球问题方面应该加强合作 针对人们关心的美国国债和财政政策问题 他发表评论说美国国债仍然是安全的投资 有分析者估计中国政府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 约三兆两千亿美元 其中的三分之二可能都投资在美国国债中 自从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美国国债降级以后 中国政府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国 对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表达不满 骆家辉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子女也在记者会上露面 骆家辉表示能够作为美国守卫驻中国华裔大使 他的家人都为他自豪 他年初过世的父亲身在中国 骆家辉还说他和他的家人是美国自由平等价值观的直接代表 今年61岁的骆家辉曾任两届华盛顿州州长 在接任驻华大使前是美国商业部长 骆家辉赴任后 美国副总统拜登下周三 8月24号将访问中国 与中国政府探讨美国国债问题和向台湾出售武器等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